现在第四个主题 伊斯兰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被讨论 伊斯兰文明为人类文明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它主要的贡献分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 伊斯兰文明在这三方面的贡献将在下一节被讨论 现在伊斯兰文明在政治上的贡献被讨论 以下是伊斯兰文明在政治上的贡献 其中包括了议会制度被实践 有国度生活发生 乌玛的概念被引入 以公义为基础的统治和生活方式被实践 伊斯兰文明对政治方面的这四个贡献将被讨论 伊斯兰文明在政治方面的第一个贡献是 议会制度被实践 修拉是为了以多数人的声音和共识来达成决定而召开的会议 他由先知莫伐默德实践这种做法 之后由伊斯兰的领导延续 伊斯兰文明对政治的第二贡献是 让有国度的生活发生 先知莫伐默德是统治迈地纳的领袖 他吵起了迈地纳宪法 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民的问题 先知莫伐默德死后 伊斯兰教由哈里巴巨细实行统治 伊斯兰国与外国进行国际合作 以传播伊斯兰教并建立友谊 通过开发和开辟领土伊斯兰的形象得到提升 伊斯兰文明对政治的第三项贡献是将乌马概念引入社会 这是一个使人团结起来而不考量种族和宗教因素的概念 乌马概念强调社区的每个成员有责任共同发展国家 伊斯兰文明对政治的第四项贡献是以公益为基础的统治和生活方式被实践 伊斯兰教对人民实践公平懂治而不考量其宗教和血统 人民之间的公平与宽容被强调以确保国家的和平与繁荣 现在伊斯兰文明对经济的主要贡献被讨论 伊斯兰文明对经济的贡献如下 第一伊斯兰经济的实践 第二贝特尔马尔机构被成立 第三促进商业与贸易的政策 第四为了经济发展水坝和设施的建设被进行 这四个伊斯兰文明在经济中的贡献将会被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第一个贡献伊斯兰经济的实践 随着伊斯兰经济实践的引入 社会的经济状况如下 Zagat天克系统和Wakab瓦科夫系统被引入以发展穆斯林 迪拉姆和白银货币体系被引入经济活动 税收系统被创建 例如被称为All Karach的土地税对拥有土地的人征收 被称为All Russia的贸易税 被称为Sue or Gia的保护税 被称为Gia or Loos的个人税 放贷被禁止于社会 压迫和欺诈被绑止于商业中 伊斯兰法律被实行于贸易活动 优质的产品被制造 科研被进行 帮助和施舍给予有需要的人 节俭的态度被实践 关于伊斯兰文明时期被建立的贝特马尔机构 它作用为管理国家财务的国库以便发展国家 贝特马尔机构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开始被实行 以及被其他伊斯兰领导人延续 以下是关于贝特马尔的资金来源 第一社会的扎嘎天克税 第二国家财产 第三穆斯林拥有的财产 第四投资和股票 第五来自战争的财富 第六受益人没有使用完或没有被继承的财产 关于促进商业和贸易的伊斯兰政策 先知穆罕默德确认了商业的意味 对于真主他位于相当高的位置 商用仓库被穆斯林商人建立于西班牙 为的是进行货物进口 用先知的话说 十分之九的资源可以通过商业获得 这记录在迪尔米兹圣训级 为了发展经济 水坝和设施的修建被进行于伊斯兰文明时期 在伊斯兰教来到时大坝和排水系统建设被扩大 为的是发展农业活动 在伊斯兰文明时期 桥梁和道路的修建在西班牙进行 现在主题伊斯兰文明对社会的贡献被讨论 以下是伊斯兰文明对社会的贡献 首先妇女的地位被提高了 其次科学研究备受鼓励 其三自立活动备受鼓励 第四伊斯兰学者的出现 这四个伊斯兰文明对社会的贡献将在下一节中被讨论 关于妇女的地位被提高 在穆斯林社会妇女的尊严被举起和被荣耀 在穆斯林社会妇女有机会接受教育 并参加知识聚会 在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研究备受鼓励 科技的进步发展了商品制造业 农业研究方法被引入以发展农业 物理、天文学、化学和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被发展 在伊斯兰文明中自立活动备受鼓励 其中清真室被称为教育机构 哈里发宫殿被称为教育活动中心 学习场所和图书馆 在伊斯兰文明中自立活动同样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 和托莱多盛行 在此来自欧洲的研究人员和学生 在伊斯兰大学的哲学与科学院学习 翻译活动改进了来自希腊科学和哲学的知识 知识文化产生于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在伊斯兰文明时代穆斯林社区的状态导致了伊斯兰学者的出现 出现在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斯兰学者如下 巴塔尼、比鲁尼、肯迪、花拉紫米、伊本白图泰、伊本西纳、加比尔伊本哈阳 这些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斯兰学者的人格将被详细介绍 首先是巴塔尼 他是天文与天体的名人 通过他三角函数的基本知识被引用 他的天文书籍被产生 通过他测量时间的工具被发明 关于比鲁尼 比鲁尼是一个地理名家 其中制图学和地理学被研究 他的地理作品被欧洲随手使用 关于迪肯 迪肯是一位哲学家 在逻辑、音乐和医学领域 多于270多部作品被制作 欧洲学者罗杰培根和迪卡尔受到他的思想影响 关于花拉紫米 他是一位数学名家 数学的代数知识Abjibra被他发明 名为代数学的书籍被产出 Algebra译为还原 以及Almukabala译为平衡 后来代数学辈克雷莫纳贝·杰拉德翻译到拉丁文 并成为西方大学的教科书 关于伊本白图泰 他是一位航海的名人 他曾经航行到印度和马来世界 他的写作成为其他行员的参考 关于伊本希纳 伊本希纳是医学界和哲学领域的名人 出自他的作品是 伊典 Organun Biothi 这个作品是关于医药的著作 西方哲学家阿尔伯特深受他的作品影响 关于贾比尔伊本哈扬 他是科学和化学的名人 也是阿拉伯的化学之父 80篇与医学和化学有关的作品被他产出 来自他的贾比尔文集被产出 他的著作被翻译到了拉丁文 现在底部的主题伊斯兰文明对建筑领域的贡献被讨论